恒大歌舞团团长白珊珊 用整个青春做赌注 谎言终究会败露 在中国商业舞台上 有一位杰熟的女性 她的名字叫做白珊珊 她不仅在艺术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还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成为了恒大歌舞团的团长 这位美丽崇慧的女性 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为中国商业舞台 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白珊珊的美貌和才华相得一掌 让她在中国的娱乐圈中 独树遗址 她的美貌让人陶醉 她的才华更让人叹为观止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 白珊珊不仅在舞蹈比赛中 获得了无数的勇余 还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的战役 这些成绩的背后 是她不懈的努力和对艺术的业爱 在中国商业舞台上 恒大集团曾经是一颗璀璨的明星 这家企业的发展历程中 有一个不拥忽视的角色 那就是恒大歌舞团 这个团队的选拔过程非常严格 但在众多优秀的舞者中 白珊珊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气质 成功脱颖而出 成为了恒大歌舞团的团长 除了在艺术领域的成就 白珊珊还积极参与恒大的公共关系事务 她的出现 为恒大的业务扩展 带来了巨大的助力 她在公众场合的表现 总是能够赢得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正是因为这样的努力和付出 白珊珊在恒大集团的发展过程中 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用恒大许家印的话来说说 白珊珊是一位充满才华和魅力的女性 她的美貌和才华 使得她在中国的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同时 她还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为中国商业舞台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女性 无疑是当代女性的典范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 白珊珊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存在 她的肤白貌美和大长腿 让人们对她充满了好奇 而她的身家过异和生活奢侈 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掩耳 关于她的一些传闻和谣言 却让人难以信服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白珊珊这十几年来的人生变化 看看她从模特到一万身家的转变 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白珊珊的模特生涯获奖无数 在正式加入歌舞团之前 白珊珊成是一位出色的模特 她在模特界取得了部署的成绩 拿过了许多奖项 这一路走来 她付出了很多努力和时间 终于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 脱颖而出 如今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出出茅庐的新手 而是一个拥有丰富经验和实力的专业模特 白珊珊的生活奢侈 豪车豪宅应有尽有 白珊珊的生活方式让人叹为官子 她的豪车豪宅 时尚服饰和无与伦比的生活品位 都让人们对她的财富来源产生了质疑 仰尔这些看似奢侈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都是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财华换来的 她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源于她对事业的业爱和对生活的追求 白珊珊的谣言与匹谣 网友并不相信 尽管白珊珊试图澄清一些关于自己的谣言 但很多网友并不买账 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对名言的期望过高 或者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误解 在这种情况下 白珊珊需要更加努力地 证明自己的实力和价值 以消除人们的疑虑和不信印 10月4日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 有关许家印与白珊珊的相关消息 白珊珊的银声经历可谓是豪赌 但事实证明 她的努力没有白费 恒大集团歌舞团 在我郭娱乐产业里 名气那是相当的高 凭借自己的专业和特别的艺术风格 很快就收获了一大波粉丝 而且这个歌舞团来的并不小 想要进入里面 不仅仅是跳舞好就能够进入的 必须经过层层选拔 选拔的要求也极其可刻 最重要的是 他们必须得让许大老板满意 就算是前面的要求都通过了 许家印没有点头 他们也不能进入这个集团 从这也可以看出 想要进入这一个歌舞团 竞争压力是相当大的 许家印对这个歌舞团也无比重视 哪怕当年自己都欠下了几万亿的债务 他也不愿意把这个歌舞团给解散 这也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可能许多朋友觉得 只要进入这个歌舞团就一思无忧了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因为进入还只是刚开始 能够进入里边的这些人全都不一般 想要从这些人里边脱颖而出的话 要花费的心事是非常多的 这只歌舞团在外 一直有着金丝巧的称号 因为他们每年要花费的钱 实在是太昂贵了 这只歌舞团 人数最多的时候 达到了两百多人 想要支撑他们的工资 那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这一只歌舞团对许家印来说 却有着无忧 以重要的意义 那时候的他能够坐到商业大佬这个位置 也和这个歌舞团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歌舞团里 有一个女子的身份非常的不易吧 她被称之为 当家花旦 名字叫做白珊珊 许大老板 不管是参加什么活动 都会把她带在身边 这也让人觉得很不正常 那么双方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白珊珊又是何方隐物 如果非要用两个字 来形容白珊珊的隐身 那绝对是凯旺 她出生于1989年 家庭条件非常的普通 父母只是老老实实的上班一族 虽说家庭不是特别富有 但对于这一个女儿 父母还是把最好的给了她 由于白珊珊是家中的独女 父母对她的要求 也是比较苛刻的 她们希望女儿能够做到最优秀的那一个 虽然家里条件非常的普通 但她们给女儿报了很多兴趣版 比如说画画 唱歌 跳舞等等 所以白珊珊从小的时候过的生活 就和周边这些普通共饮的儿女 完全不一样 最重要的是 白珊珊这个人也不普通 像一般的小孩子 如果同时间消息这么多兴趣版的话 肯定会忙得头昏脚乱 但白珊珊却偏偏是个例外 不管消息什么 她都是最有秀的那个 白珊珊不仅消息能力特别的有秀 她的外貌也极其的美丽 白喜的皮肤 甲上完美的身材 简直是人群当中最耀眼的那颗型 而且白珊珊的性格也比较的外向 学校有什么活动 她都特别的积极 每次有她参加的表演 关乎声都是最高的 许多人都觉得 白珊珊真是老天追着喂饭的丑 在白珊珊成年之后 经常能够在大型演唱会上的伴舞群里边 看到白珊珊的身影 甚至在2008年的时候 她还受邀参加了春节联合晚会 前面提到了白珊珊本来就漂亮 再加上这样频繁地出现在公众面前 很快就受到了许家印的重点关注 在2010年的时候 许家印成立了恒大哥舞团 恰好在这个时间点 白珊珊也凭借自己的努力 直接拿下了广东赛区的模特执行总冠军 由于两个时间点实在是太巧合了 当时外界还有不少的声音说 许家印就是为了白珊珊才成立的这个歌舞团 看到许家印向自己抛出了橄榄枝 白珊珊也是格外开心 要知道那时候许家印的发展是相当不错的 在国内外的地位都比脚的高 能够加入许家印麾下的歌舞团 那是何等的荣耀 在这个歌舞团里 白珊珊的表演能力 丝毫不比周围的这些人要逊色 他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 很快在里边的地位就随着传稿 许家印对白珊珊也是无比的重视 因为那时候的白珊珊为恒大培养了很多银材 这也为恒大的崛起推波助澜 那时候的白珊珊谁见了都说一句好看 最重要的是见过他的眼都觉得他实在是太令人难忘了 在2016年的时候 恒大举行了29年周年庆 这一次许家印特地把白珊珊给喊了出来 在表演的时候 白珊珊的能力再次让台下的这些观众惊呼 要知道当时来的这些人那可不普通 全都是商业界的大佬鱼 要圈里边的著名人物也来到了现场 比如说范冰冰在白珊珊表演完后 就连毛冰冰都为她鼓起了仗 正是因为有着毛冰冰的榜度 当时的恒大集团在2018年的时候 就在地产商里昏得风声垂起 白珊珊也知道自己想要保住这一个位置 那就得更加努力 当时歌舞团的这一些人在白珊珊的带领之下 表演能力也是越来越优秀 当然她的努力 许家印也是看着眼里 据说许家印发给个舞团的 一大部分资源和资金全都被她给拿走了 对于这样的情况 许家印从来就没有说过什么 因为她知道白珊珊对自己究竟有多么重要 只不过当时出现的白珊珊婶上的声音 一直就不是很好听 外界看到她和许家印走得这么近 还以为两人之间的关系不普通 当时更是有声音穿出 说白珊珊只是许家印的小三 所以才会对她那么重视 对于外界出现的这些声音 白珊珊和许家印都没有去理会 因为在两人看来 这样的声音能够让自己的名气变得更高 为什么又要站出来反驳呢 而且两人之间只是合作的关系 一个能够获得钱 另一个能够获得名利 又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白珊珊成长的经历 许多网友都觉得她实在是太敢赌了 把所有的青春都放在恒大歌舞团里 这一点是很多人都不敢做的一点 那时候的白珊珊 有着许家印在背后撑腰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她的底气也非常足 虽然外界有声音出现 但有一些人 顾及许家印的脸色 也不敢对她多说什么 俗话说得好 背靠大树好长梁 在很久之前 白珊珊就已经明白了这一个道理 只不过如今来看的话 情况又有所不同了 许家印已经被卷入了一场风波当中 据说如今的她和自己的二儿子 已经被警方给带走 正在调查当中 之所以会被带走 也和许家印想要转移资产 让老百姓为她的错误买单 有着莫大的关系 如今这件事情 永远在调查中 相信警方拥布了多久 就可以还大家一个水落石出 随着许家印落寞之后 这一个歌舞团的名气 也下降了很多 毕竟当年这个歌舞团活起来 和许家印有着莫大的关系 如今许家印都出现了 如此紧急的情况 歌舞团又应该和去何从呢 对于这些从一工作者来说 他们最害怕的事情 不是自己没有表演 而是自己上方的大坝属性问题 一旦大坝属性问题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自己离实业不远了 不过也有因素 能够进入恒大歌舞团的这一些人 都非常的不普通 就算是许家印在之后 真的没办法再崛起来 这些人也不用担心 因为他们有着一技之长 即便是去其他歌舞团 也是相当受欢迎的 但也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这些人以后不要再为工作烦恼了 据说他们之前在这个歌舞团里 每个月的工资就达到了二到三万 对于其他歌舞团的人来说 这笔工资真的是相当高了 当然大家最好奇的 还是白珊珊会和去何从呢 不少人都觉得 白珊珊可能不会被这件事情给影响 因为当年他和许家印一起在打天下的时候 也凭借自己漂亮的外表和优秀的表演能力 认识了许多商业界大佬 又或者是娱乐圈里的大佬 而且这些年他赚的钱肯定也够了 毕竟当时歌舞团里边最受许家印欢迎的就是白珊珊 给他的钱肯定也不少 而且如今的白珊珊才三十多岁 就算他想要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歌舞团 肯定也不是一件难事 也有人愿意跟着他干 你觉得白珊珊的音声厉害吗 自从9月28亿 恒大集团创始年兼董事局主席徐家印被抓 之后恒大民族歌舞团 这个原来显为音质的团体 也被网友们拔了出来 而作为恒大民族歌舞团团长的白珊珊 也不得不走向了前台 一时间 许家印和白珊珊的关系被不少人质疑 两个人是情人关系的说法 也一度甚嚣尘上 前几天 承担印恒大民族歌舞团团长的白珊珊 终于眼无可眼 鼓足勇气站出来 发布了一段视频 回应最近一段时间 网上关于他本人的不实言论 白珊珊在视频中气愤地说 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 真相最终将会大白于天下 白珊珊说的也相当明白 说她和许家印是情人关系是谣言 白珊珊说 她确实是恒大民族歌舞团的团长 但也只是一名普通的舞蹈从业者 她在弹印恒大民族歌舞团团长期间 刻进之手 兢兢业业 并未做过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至于网上议论的 关于她的房产车辆和工资等 议论她将条说 这些都有必案记录可查 不过白珊珊这个既不承认 又不否认的说法 还是让人觉得 她应该有豪宅豪车 不过曾经作为房地产行业 巨无霸 恒大集团下属单位的领导 拥有豪车豪宅也不算过分 白珊珊特别澄清 她只是恒大集团 几十万员工的一个 虽然地位较为特殊 但她自己并不是许家印的情人 而是许家印创立的恒大集团 下属单位的一个头头 她说她会按照每年的工作计划 带领歌舞团 完成排练和演出印务 她与许家印的关系 就是老板和下属的关系 她在恒大歌舞团印制期间 勤勤恳恳一劳印院 每年都完成了她的工作印务 同时她自己也是团队中立一员 为恒大集团的发展 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白珊珊是恒大民族歌舞团的 第二印团长 恒大民族歌舞团的第一印团长 是林淡淡有愉悦 林淡淡早已经从恒大民族歌舞团离子 所以恒大民族歌舞团的这次风波 对于林淡淡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据了解 白珊珊在单一恒大民族歌舞团的团长后 进一步提升了该歌舞团的专业水平和知名度 但恒大集团遭遇危机之际 歌舞团虽然正常工作 因此才被波及 如果恒大集团爆雷之后 能及时解散歌舞团 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事 白珊珊在视频中说 现在她成为了网络谣言的受害者 她强调了保持清白和正直的重要性 不论何时何地 这是最根本的底线 无论身处何境 只要坚持正 只就能在风浪面前屹立不倒 她说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 无论有多少风言风语 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这句话告诉我们 对于大网络信息要谨慎和理性的对待 就让只当你再飞一会儿吧